MaiFontel MaiFontel 就是你的第一节华文课 能发音发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再试一遍慢慢来 抽屉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盒子 把它拿过来 给你的 打开它 游戏规则 AB两组分别抽到一条 入围红星大奖 2022年主角和配角的影片 两组对影片进行创意 搞笑剪辑及演绎 主持人 兼评委 重庆 希希 将在每集结尾 选出她们心中的红星配配角 大家好 又是我们 欢迎收看我们的红星配配角 我是希希 我是重庆 有 你有接到我的那个动作 很忙 今天会出现在我们 红星配配角的这个候选名单里头 这两位演员呢 我真的很为她们感到开心 因为其中一位 她算是新人 算是 而且新人有这么娇人的成绩 她算是天才型演员 我很同意其实 因为她演的这个角色呢 让我记忆非常深刻 是 因为她其实就在演一个 蛮有挑战性的角色 是 单单口音方面 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 但是她让我们听了不会不舒服 非常非常觉得就是 她其实讲话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另外一位男生呢 她算是 我把她当弟弟 因为我跟她拍了三年的长剧 对 总共接近700集的一部电视剧 118 她这里头就是我弟弟 我一直看着她在成长 所以她这一次入围呢 是她第一次入围 一个所谓的表演奖项 我真的为她感到非常的开心 对 所以这两位演员呢 就是我们的黄萱婷还有许斌 是的 她们两个呢 都是靠着这个过江新娘 入围今年2022年的红星大奖 说了这么久 是时候看一下我们黄萱婷的影片了 请看 你没有华语名字吗 华语名 哥哥 我是越南人 你再说一次 你叫什么名字 卖蜂桃 蜂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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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帮你取一个华语名字吧 就叫梅芳草吧 梅芳草 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是你越南名字的谐音 梅芳草 好 你說鞋印它是麥芳草 是嗎 麥芳草 然後它比較像麥當勞 為什麼會叫它梅芳草呢 因為它的臉的關係 比較女人 比較可愛 所以叫梅芳草 馬上來看 我們的 Tim A的表現 麥芳草 這是你的第一節華文課 能發音發成這樣 已經很不錯了 我們再試一遍慢慢來 梅芳草 麥芳草 沒事 慢慢來 芳草 芳草 梅芳草 麥芳草 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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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芳草 梅芳草 很好 再來一遍 梅芳草 五個鐘頭了 你真的是一個很有天分的學生 老師太感動了 好不好 好 下一個詞 這個有 這個因為我覺得是 李儀本身的那個反應 對 就是接過來她的反應的時候 李儀就是李儀 對 真的厲害 真的有 她的演技是可以的 是 現在我們來看哥哥了 我們來看一下 曲變的片段 我也沒有看不起你 你相信我嗎 我現在相信了 她的 昨天裡面有一個黑色的盒子 把它拿過來 給你的,拿開它 新的電話 我們現在看完了徐冰的片段 我覺得這一段是非常溫馨的 就是他們兩個有一點就是 比較討好對方了 你知道嗎 所以希望我們的B組 不會把整個情緒 換得太離譜 如果那個出現的是諾亞 我不知道會怎麼辦 我現在心裡有點害怕 因為他們也只有兩個選擇 Traf跟諾亞 對,我那個是Traf Traf 其實我們有兩個女生 比較洋眼 我知道誰會演的 應該就是她了 就是她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B組的片段 哥哥 你背上的Annie已經好了 對 下次去推拿的時候 伯母就不會看不起你 不像我Annie那麼多 我也沒有看不起你 你相信我嗎 哥哥 拜託你把秘方分享給我 昨天裡面有一個黑色的盒子 把它拿過來 給你的 給你的 滾 OK 我覺得有點太短了 但是他們的講究就是 笑點 就是她的秘方就是叫她滾滾 然後她就看不到她 畫面就會非常完美 因為她有Annie的粉 對,她有Annie的問題 她畫太多妝 所以才有Annie 因為她放太多粉 OK,好,來 我們馬上來投票 對,沒錯 我就直接選她 為我們今天的最佩配角 配角,是 因為她的那個整個 呈現方式比較順 也比較完整,對不對 對 她的每一個刺激 我都覺得很到位 其實這個最佩配角 最佩配角 沒有很重要 OK,是我們自己講自己爽 也給他們一個機會,對不對 是 另一卻是真的好 是 當然在看節目的你呢 也可以留言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角色 說一下你們最喜歡 A還是B 或者是你心目中的最佩配角 好,我們下期見囉 拜拜 拜拜 哇, banana